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有多倒霉 他出门被车撞 下雨被雷击 被泥石流冲倒 一生中经历大大小小16次事故 当然最倒霉的人一生中还被雷电击中过7次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五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倒霉蛋 据说长按点赞的人今天绝对会运气爆棚 赶紧试试看吧 第一 科斯塔斯 在西班牙 每年圣诞节都会有抽奖活动 它的规模非常大 奖金达到惊人的9.5亿美元 所以人们都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当地的一个小村庄有70户人家 在开奖后 他们中有69户人家都中了大奖 是的 就有一户人家没有中奖 当时票贩在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贩卖彩票 但是唯独忘记了来到科斯塔斯的家里 所以这个人就这样和大奖失之交臂 你认为当时他会在想什么 第二 罗伊沙利文 人们相信 闪电永远不会击中同一地点两次 但罗伊沙利文不同意这个理论 因为他已经七次成为受害者 他曾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国家公园的一名护林员 但他保持着被雷电击中次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研究表明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是一百万分之一 一生被雷劈中七次的概率 约为一百后面根三十个零分之一 你甚至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个零 在他最后一次被击中后 一只熊试图从他的鱼线上偷走一条尊鱼 尽管他很虚弱 但他用树枝驱赶了熊 把鱼抢回来了 第三 梅兰尼玛丁内斯 在飓风中失去四个家之后 梅兰尼玛丁内斯被加冕为美国最倒霉的女人 她在1965年遭受了飓风 又在1998年的受到乔治飓风和2005年的卡特里纳飓风的影响 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因为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选择了她在新奥尔良南部的房子进行改造 改造房子花费了两万多美元 她感谢节目组的人员 但兴奋之情持续不久 几周后 在卡特里纳巨风七周年之际 巨风艾萨克从海湾呼啸而来 再次袭击了她的家 她与她的五只小猫和三只狗一起被一艘船救起 她是第一个在五次风暴中失去房子的女人 够倒霉了吗 第四 山口聪 她是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在广岛和长期原子弹袭击中的幸存者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8月6日访问了广岛 在登陆后的几秒钟 她遇到了巨大的闪光 并被原子弹的威力击倒在地 虽然她听到声音后马上就昏了过去 但她没有死 三十五万广岛居民中约有十四万当场死亡 山口幸免于难 但她的上身和下身被严重烧伤 耳膜穿孔 她在避难所过了一夜 周围的人都在痛苦地尖叫着 第二天早上 她坐了火车到长崎 上午11点 她看到了一道熟悉的闪光 那是一枚4.5吨的不弹 原子弹在城镇上空爆炸 将山口第二次打倒在地上 这一次的伤势比第一次更严重 因为她一只耳朵失聪了 放射性尘埃使得她妻子死于胃癌 她的余生也一直在为反对放射性物质而奋斗 第五 维奥莱特杰苏普 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 她在几个海洋公司担任乘务员 1991年 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 她在著名的奥林匹克号上工作 当该船发生碰撞后 她于1912年被调到泰坦尼克号上 不久泰坦尼克号在同年四月撞上冰山的时候 她正在睡觉 她被噪音吵醒 她在传播沉默时帮助救援妇女和儿童 她在其中一艘救生艇上找到了一个座位 活了下来 不久后 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艘船上担任护士 1916年 这艘船撞上了水雷而沉没 她的头撞到了船上 受了严重的伤 但她仍然活了下来并继续工作 直到她退休的1950年 堪称船男使者 他们够倒霉了吗 你见过那么倒霉的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感谢收看 下期带给你其他有趣的视频 感谢大家座位 感谢大家座位 感谢大家座位